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我是主播上官其风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本新书啊 汴京之为 汴京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素有八朝古都之称 北宋时期的汴京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国力富足经济繁荣 清明上河图呢展示的就是 北宋时期汴京的繁华景象 那汴京之为啊说的是 汴京城被南下的精兵围困的历史 也就是导致了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 作者郭建龙呢 基于《诵辽经》的丰富史料记载啊 用通俗的叙述笔法 复盘了靖康年间的完整历史细节 提醒我们啊 盛世和危机只有一步之遥 任何时候都应该居安思危 那北宋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 那这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如此快速灭亡呢 那接下来的十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一探究竟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宽容的时代 那北宋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啊 特别是到了宋仁宗时期啊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宋仁啊虽然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但他宽厚仁慈 很少干预民间 因此呢 他在位期间呢 商业发达 人民富足 出现了仁宗圣志 那宋仁宗死的时候呢 举国爱上全民痛哭 消息传到了死对头辽国 甚至连辽国皇帝也悲痛大哭感慨道 42年不识兵仪 宋仁宗时期并不是太平盛世 也打过仗 而且啊 打得还很窝囊 公元1038年呢 西夏称帝发动战争 打败了兵多名副的宋军 那后来呢 宋仁宗选择了一和 那北宋呢 向西夏称臣 北宋每年呢给西夏碎币 相当于用钱买了个和平 那期间呢 辽国也趁机呢 陈兵边境 进行军事威胁 那宋仁宗呢 也选择了交钱买平安 那因此啊 辽国是感激宋仁宗的人词的 那不仅是宋仁宗时期啊 实际上呢 整个宋代啊 都是一个宽容的时代 这得益于啊 宋太祖赵匡英 自从宋太祖建立宋朝起呢 就立下了三条规定 那第一条呢 是要求北宋的皇帝 不能惩罚后洲皇室后代 那即使是谋逆啊 也只能让其自杀 不准连坐其他家属 那因此呢 后洲皇室后代啊 都在北宋 过着高官俸禄的生活 那第二条呢 是皇帝啊 不得杀士大夫和尚书提意见的人 那第三条呢 是不得违背前面两条 否则就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宋太祖以身作则 真正的做到了自己立下的规矩 他的作风啊 也影响了他的后代和群臣 宋朝呢 是一个宽容的时代 也是一个繁荣的时代 特别是汴京城啊 歌舞升平车水马龙 夜市灯火通明 上到达官贵人 下到平民百姓 都生活在一片灯红酒绿的和乐之中 仿佛这样的盛事啊 还能延绵百年 繁荣下的隐患 那事实上啊 北宋繁华的背后呢 已经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 那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三戎问题 那就是戎官戎兵戎废 那这个庞大的官僚层级啊 和募兵制啊 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支出 赋税呢 也越来越沉重 那第二个大问题呢 是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 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呢 避免军阀作大 出现反叛啊 北宋设置了很多 互相牵制的权力机构 那比如说 教士兵打仗的 不能指挥打仗 指挥打仗的呢 不能训练士兵 这样啊 士兵就不会忠于某个将领 但是这样啊 缺点就显而易见了 打仗的将领呢 不了解自己的士兵 他怎么能打胜仗呢 那你看啊 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是吧 那最大的污点呢 就是被小小的西夏给打败了 那为了解决三种带来的财务问题呢 和战斗力不强的军事问题啊 北宋历代的皇帝和大臣们呢 都想过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那保守派呢 认为屡战屡败的原因啊 在于人心不同意 那也就是说啊 教育问题没做好 那应该从道德上做文章 那统一思想 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呢 是司马光和成义成浩兄弟 那另一派呢 是实务派 这一派啊 强调具体问题 需要制定具体措施来解决 那比如说啊 解决财政问题呢 就应该通过经济手段 解决战斗力问题呢 就应该通过加强军事训练 改革军事制度 那代表人物呢 是范仲淹和王安石 那其实啊 北宋的好几个皇帝呢 都推行过实务派的改革方案 但因为触及各层官僚阶级的利益啊 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不当操作啊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比如宋仁宗时期呢 范仲淹推行的庆礼新政 那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都已失败告终 改革没成功 久而久之呢 朝廷上却形成了党派分歧 新旧党之争 再也不是为了什么选择方案解决问题 而是不择手段的排除一击 严重影响到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 财政问题呢 得不到解决 到了宋徽宗时期呢 户部的财政收入啊 已经没办法满足支出了 而宋徽宗呢 是一个爱好广泛的皇帝 他尤其爱改造建筑和建造园林 而这项爱好呢 也花费无数 那这究竟有多费钱呢 我们来看看啊 为了建造园林啊 他看中了太湖中的一块约五层楼高的巨石 于是呢 他不惜倾举国之人力财力 通过水运路运 拆了无数座桥梁和城门 终于啊 运到了汴京的皇城内 在依靠人力矗立的古代啊 这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而且啊 不仅运巨石的人得到了夹风禁诀 连这块大石头都是一个爵位 那其他从各地运送奇花溢草 鱼虫鸟兽到首都这种事情啊 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那财政呢 已经没钱满足皇帝的爱好了 那于是啊 就有理财能手 取之于民 用之于皇帝 那这些人呢 就成了皇帝的宠臣 但民间的怨声载道怎么办呢 宋徽宗啊 选择了利用外部矛盾 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游牧民族的兴衰更迭 众所周知啊 华北地区的燕山山脉呢 是一道天然的防线 北方的游牧民族 如果跨过燕山 就可以一马平川直达中原 所以啊 南方历代王朝呢 都把防线设置在此处 但是在五代时期呢 后晋的开国君主石敬堂啊 求助契丹 帮他对抗后唐 那成功后呢 就把燕云十六州啊 割让给了契丹 那至此啊 契丹想挥兵南下 已经是毫无阻碍 那契丹呢 也从一个游牧民族呢 变成了定居的辽国 那由于燕云十六州 地理位置重要呢 特别是位于燕山以南的诸州啊 都在辽国境内 这就成为了北宋的新病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著名的禅渊之盟啊 就是北宋呢 为了争夺燕云十六州 跟辽国打了25年的仗以后呢 签订的盟约 那宋辽呢 以白沟河为边际 结为兄弟之国 那北宋呢 每年送给辽碎碧 赢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 那此后啊 宋辽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 那因为夺得了燕云十六州和碎壁呢 辽国啊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啊 但逐渐的汉化和没有战争的历练呢 军队也越来越弱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更强悍的民族呢 在东北地区崛起了 东北平原的北面啊 属于辽国的领土 但是在那呢 有一部分女真人的领导权呢 还是在部落首领手上 他们不甘被辽国统治 由完颜阿古达率领 2500人发动了战争 并且首战告捷 辽国天作地 听闻一个小部落造反呢 丝毫不放在心上 拍了少量的人去增援 结果吃了败账 那这引起了天作地的重视啊 准备集结十万人的军队 对付女真 那由于集结过程拖拖拉拉 结果前期只有一万人到达战场 士气也不高 反观另一边呢 阿古达的军队呢 刚打完胜仗 气焰正盛 他们一鼓作气呢 又击败了辽军 那随后啊 辽国三州归顺女真 阿古达于公元1115年称帝 国号大金 称帝后啊 阿古达继续进攻辽国 几乎战无不胜 直到辽国失去整个东北平原北部 天作地才真正惊醒过来 再这样发展下去 帝国可能不保 那于是啊 他御驾清征 率领一百多万的大军 兵分两路进攻金国 可就在这时呢 辽国发生叛乱 打断了天作地的作战计划 他只能返回处理内部问题 金国发动的战争 对辽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原本辽国经济就不发达 加上军事支出越来越多 社会经济迅速衰退 人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国内饥荒和叛乱不断 那辽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国运岌岌可危 那与此同时呢 新兴的金军啊 只需要依靠掠夺来获取财富 他们只想多打仗 抢更多的财富 而且呢 辽国的内乱 给了金国大好的机会 不到两年啊 金军就占领了辽国的东京 占据了东北 开启了游牧民族的更迭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 北宋是一个很宽容的时代 而且呢 经济文化水平的都很繁荣 整个国家一片祥和的景象 然而啊 繁荣之下呢 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最大的两个问题呢 就是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 北宋好几任的皇帝啊 都推进过改革 但均以失败告终 那宋徽宗时期财政呢 更是入不敷出 那与此同时呢 东北的女真族崛起 一路南下攻打辽国 多年无战的辽国节节败退 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危在旦夕 面对北方国家的变动 宋徽宗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是支持老邻居辽国 还是欢迎新邻居金国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 今日话题 一开始啊 天作地对女真的叛变呢 毫不上心 从而呢 给了女真发展壮大的时机 那么你在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小问题 但没放在心上 从而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从中啊 你学会了什么道理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识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 郭建龙的《汴京之韦》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 北宋是个经济文化水平 都很繁荣的朝代啊 直到第八任皇帝宋徽宗 仍然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那然而呢 繁荣之下也存在着 大量的隐患啊 最大的两个问题呢 就是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 那北宋好几任的皇帝呢 都推进过改革 但均以失败告终 那宋徽宗时期呢 财政啊 更是入不敷出 那与此同时呢 东北的女真族啊 崛起了 是一路南下攻打辽国啊 多年无战的辽国呢 节节败退 那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危在旦夕 那面对着北方国家的 变动啊 宋徽宗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他是支持老邻居辽国啊 还是欢迎新邻居金国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外交竞争 辽国失去了东北的土地 国内呢 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 那公元1117年啊 辽国开始了与金国的议和 那一开始啊 完颜阿古达提出的条件呢 是十分的苛刻 那主要有两点啊 一点是啊 辽国的皇帝呢 必须称阿古达为兄长 那对金国进行册封 那二是呢 将辽国的上京 中京和新中府啊 也就是整个东北地区啊 以及北方的草原地区呢 割让给金国 那这就意味着啊 辽国就只剩下燕云地区 和西北的沙漠地区了 而且啊 夹在宋经之间 那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 辽国的天作地呢 自然是不会同意的 那双方使臣来来回回 经过七次拉锯战 那阿古达呢 也同意让步 不需要割让上京和新中府 可是呢 在册封金国为东淮国的时候啊 天作地并没有称阿古达为兄长 而且呢 阿古达啊 也不喜欢东淮国这个名号 他觉得东淮的意思呢 是东部小国赶怀大国的恩德的意思 那于是阿古达拒绝了策锋 双方再次开始了你来我往 拉锯扯皮 一年后啊 辽经义和失败 关系破裂 那辽经义和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一开始呢 阿古达是怀着两国共存的心态 保持和平外交 但他后来啊 改变了主意 打算灭了辽国 这是为什么呢 那原来啊 同样是在1117年呢 有两艘船呢 飘到了北宋 船上呢 是辽国逃难的人们 那从这些人的口中呢 北宋君臣知道了 辽国的东北部呢 被女真占领 国内是大乱 那闻此消息啊 宋徽宗起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心思 派使团出使金国 看看有没有可能与女真联手 合攻辽国的机会 那于是啊 就在辽京扯皮的这段时间呢 北宋的使团来到了金国 建立起了宋经之间的直接联系 完颜阿古达答应了宋朝联合攻辽 因此呢 与辽国决裂 海上之盟 那这时呢 北宋朝堂上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呢 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 那主和派认为啊 应该遵守禅渊之梦 继续延续上百年的和平 打仗只会让老百姓啊 生活更加辛苦 而且呢 爱好和平的辽国 已经成为了北宋的屏障 有了辽国在 那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无法冲击北宋 如果换成了上升势头很猛的女真呢 将永无太平之日 那此时呢 掌握北宋军队的呀 是一个叫同贯的宦官 那他是宋徽宗的宠臣啊 也是最大的主战派 他一直想通过战功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 那他的这种想法呢 实际上与皇帝是不谋而合的 那时啊 宋朝财政问题呢 已经是逐渐严重了 而宋徽宗呢 想利用战争 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部 那因此呢 宋徽宗选择了打 那于是啊 第二次派出使团出使金国 目的是商讨细节 签订有效力的合约 一起攻打辽国 这次出使啊 取得了完美的结果 宋经达成了和宫的协议 这次达成的协议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那第一啊 灭辽后呢 辽国的上京 中京和东京呢 这些燕山以外的土地呢 全部都归金国 那南京和西京 以及附近的这些燕云之地呢 归北宋所有 那第二啊 为了防止辽京一和呢 规定啊 金国和北宋啊 都不得单独与辽国一和 那第三呢 那第三呢 就是北宋需要把每年给辽国的五十万岁币呢 转给金国 那最后呢 协议里啊 还约定了 只有宋军按时抵达 配合夹攻辽国时呢 合约才成立 那这一点呢 原本是北宋为了防止女真人耍滑头 而特地强调的 可不想啊 这也成了日后在交割过程中 金国对北宋频频发难的借口 那由于这次约定呢 是通过海上取得联系的 所以称为海上之盟 但由于两国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啊 而且啊 国书上很多细节没有说清楚 尤其是金国国书上呢 写的归北宋土地只是燕京 那宋徽宗呢 将一些模糊点呢 列了个备忘录 特别说明了 西京以及燕山以北的诸州 必须归北宋 那再交给使臣去金国敲定 那这次呢 完颜阿古达把宋徽宗备忘录上面的最重要的事件给否定了 只承认给北宋燕山以南的山前诸州的土地 那西京和山后诸州是属于金国的 那两国都有自己的考量和要求 细节没敲定 那仍然需要继续谈判 收复失败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 北宋内部呢 出现了问题 导致宋徽宗啊 无暇顾及与金国的约定 昨天的共读中呢 我们说到了 宋徽宗对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啊 有着狂热的热爱 那因此呢 一些宠臣呢 就打着为皇帝收集的名号呢 想方设法的从百姓那搜刮好物 中饱私囊 那一个叫方拉的富商呢 不堪骚扰啊 联合受害民众起义反抗 一共呢攻破了六个州 五十二个县 平民死亡两百万以上 宋徽宗派同贯率领 北伐军到南方镇压方拉 但随后呢 北方的宋江也起兵反抗朝堂 尽管很快被击败 但依然让宋徽宗是措手不及 那虽然啊 这两次起义 持续的时间呢 都不长啊 但正好呢 是在宋经谈判细节的点上 连经公僚呢 只能退居二线 加上镇压起义 消耗了原本准备 北伐的钱 那北宋的财政呢 更是捉襟见肘了 那而此时呢 辽国朝堂也出现了谋反 一些官员呢 叛逃到金国 金国攻打辽国 就更有把握了 可是阿古达还没有发起进攻 他惦记着与北宋夹击辽国的盟约 还在等使臣的消息 那而金国使臣一直滞留在北宋 等到内乱结束后 才得到了回信 但是刚处理完内部问题的宋徽宗 想喘口气 便发挥汉语的博大精深 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件 让时臣带回去 里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合约 相当于什么都没说 完颜阿古达看到信件的明白 北宋爽约了 于是不再等待下令进攻 直取辽国的上京东京中京和西京 只剩下燕京地区了 辽国天作地见此状啊 吓得逃跑到了广袤的西北地区躲起来 而燕云地区呢 则被新上任的辽国皇帝天西地占领 宋徽宗这才醒悟过来 必须尽快出兵燕京 否则一旦金国先拿下燕京 想拿回来 无疑是困难重重 那于是宋徽宗派铜冠率领 十五万兵马北伐 能否收复燕云十六周 就看这一仗了 但是铜冠却并不想打仗 他想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希望通过大兵压境 让燕京的天西地投降 于是他派出使臣前往燕京劝降 不过辽国并没有吃这套 直接砍了使臣的脑袋 而且在铜冠的乱指挥下 北宋是连吃两场白仗 直接显示出了宋军的指挥混乱和软弱无能 铜冠为了推卸责任 向皇帝是谎报了辽军很强大 皇帝下令撤退 北宋第一次收复燕京 以失败告终 投机主义 那在是否攻打燕京的问题上 阿古达也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因为他在乎的是北宋的碎壁 之前合约有规定 双方夹击合约才生效 他不敢贸然行动 但他又担心北宋自己打下了燕京 然后以没有夹攻为理由不支付碎壁 那于是呢 他又派出使臣 希望得到夹攻的日期 那就在金国使臣出使的路上啊 北宋呢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天西地去世了 那燕京政权发生的剧烈的变动 内部乱成了一锅粥 那北宋的好机会到了呀 宋徽宗第二次派兵收复燕京 但是这次带兵的将领刘延庆啊 却有着浓厚的投机主义色彩 他认为啊 北宋不需要出兵 可以先让女真人去进攻燕京 到时候再用碎壁把燕京买回来 那其实呢 北宋朝堂上呢 也弥漫着这种投机的论调 那北宋君臣呢 与金国使臣呢 达成了约定 那大家既往不咎 继续夹攻 不过啊 无论谁先攻下来的 北宋都会给金国碎壁 但燕京是北宋的 事实上啊 北宋打得如意算盘时啊 指望金军收复燕京 然后再把给辽国的碎壁 转给金国 那如此一来呢 便能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师弟 可是啊 刚把这事敲定的宋徽 徽宗又私自毁约了 他又决定 北宋军队要独自完成 收复燕京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 经过了两年多的谈判啊 辽京一和失败了 而北宋和金国取得了 外交上的成功 签订了海上之盟 达成了 和宫辽国的协议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北宋发生内乱 无力参与和宫 那金国自行攻打辽国 大获全胜 只剩下燕京为攻打 那北宋独自派兵收复燕京 结果持了败仗 又指望依靠金军的收复燕京 于是啊 北宋与金国又继续履行和约 一起和宫燕京 可一转眼呢 宋辽宗却私下毁约了 他决定再次依靠自己的军队 收复失地 那促使他毁约的原因是什么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阿古达一开始惦记着 与北宋的盟约 一直在等北宋的回复 是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人 那工作中呢 你是一个遵守契约的人吗 遇到背信弃义的伙伴 那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相遇识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郭建龙的 《汴经之为》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呢 辽经义和时失败了 那而北宋和经国呢 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签订了海上之盟 达成了河宫辽国的协议 那就在这时呢 北宋发生了内乱 无力参与河宫 经国呢 自行攻打了辽国 而且大获全胜 那只剩下燕京为攻打了 那北宋独自派兵收复燕京呢 结果啊 吃了败仗 又指望着 依靠京军收复燕京 于是啊 北宋与经国呢 又继续履行合约 一起合攻燕京 可是一转眼呢 宋辉宗却私下毁约了 他决定呢 再次依靠自己的军队 收复失地 促使他毁约的原因 是什么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天上掉馅饼 宣河年间 辽国内部政权更迭 内斗严重 对非契丹人呢 也越来越不信任 汉人出身的常盛军统帅郭耀师 决定叛逃 他带着精兵铁骑 以及山前的两个州 投降北宋 就这样 北宋不费一兵一卒 得到了山前两州 以及一只精兵强将 这对北宋来说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郭耀师的部队 大大增强了 北宋的军事实力 宋徽宗确信 依靠自己的军队 也能收复失地 于是把郭耀师这支 生力军 编进了刘延庆的军队 立刻宣布攻打燕京 这次宋军动用了 50万的兵力 陈兵燕京南面 郭耀师的常盛军 战斗力很强 而且他也不知道 宋军的勾心斗角 一心只想打胜仗 反观 刘延庆呢 他一直不想打仗 一心呢 只想着让金军帮忙 打下燕京 然后用钱赎买 那郭耀师对辽军的情况 非常了解 制定了 齐席燕京城的计划 他率领 6000兵马 成功潜入燕京 并与辽军展开了 激烈的巷战 只要后继部队赶上 就可以里应外合 燕京妥妥的是囊中之物了 可是啊 北宋的援军并没有赶到 长盛军孤军深入 损失了一大半的人 他只能带领 剩下的将士 奋力逃出燕京 就这样 燕京这只 到手的鸭子 飞走了 原来啊 刘延庆 轻信了辽军 放出的烟雾弹 以为辽军 还有数倍的援军 马上烧营逃走 北宋边境上 囤了几十年的军用物资 就这样烧毁殆尽了 辽军追赶逃跑的宋军 攻陷了两个县 后来郭耀师 带着残余的部队 奋力反击 又拿毁了这两个县 这次战争啊 唯一问心无愧的人 就是郭耀师 只可惜他制定的骑袭计划 被刘延庆父子拖垮 他的长盛军 被懦弱的宋军 拖了后腿 差点全军覆没 就在宋辽激战的时候 宋金在外交 也处于一种白热化的状态 北宋使臣 赵良寺和马阔 正在金国开展激烈的外交谈判 鉴于北宋前几次 违背契约的情况啊 金国没给两位使臣好脸色 最后啊 只答应山前六州归北宋 北宋每年还需给金国碎币五十万 并且呢 只同意这六个州的汉人归北宋 而其他人和物资属于金国 那北宋进攻燕京大败 已经没有了谈判资本 几番来回呢 宋徽宗基本的同意了这个要求 但还是希望获得迎平鸾三州 那为此啊 可以增加碎币 因为啊 这三个州呢 处于华北平原与北宋土地接壤 是东面的屏障 层层加码 边境的军资被烧毁 宋军无力再组织起进攻了 于是呢 向金国请求出兵燕京 阿古达在行军路上还调侃北宋使臣马阔 契丹土地 我已经取走了十分久 剩下燕京这一分 我已经让兵马把三面都围住了 只留下一面给宋军进攻 可怎么你们就拿不下来呢 马阔是武将出身 深知北宋的军事问题由来已久 也经常上书皇帝建议加强防御 无奈都得不到重视 他只能苍白地辩护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一时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 阿古达还好奇 刘延庆失败逃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 马阔认为 这种情况无论官多大 都要军阀处置 然而马阔想错了 刘延庆并没有受到什么军阀处置 只是换了个地方当官 宣和二年年底 金兵吹响进攻燕京的号角 辽国仍在抵抗 但阿古达宣布 只要投降 会赦免所有的官员不杀一人 此言一出 城内所有人的抵抗之心都随风而散 辽国官员集体出城 对着阿古达高呼万岁 至此 金国已经拿下燕京 接下来就是如何移交的事情了 赵良寺仍然是尽职尽责 继续向金国提出 能否将银链平三州也给北宋 已经拿下了辽国所有土地的阿古达 怎么可能同意呢 他直接打断赵良寺 立色表示 如果再提这三州 连燕京都不给了 然后 也不再与赵良寺谈判 直接写了国书给赵良寺 还加上了一条 燕京土地的租税 必须留给金国 现在我们来捋一下 宋经外交的历程和变化 一开始 宋徽宗的如意算盘是 金国打下燕云十六州 外加银平鸾三州 归还给北宋 代价是 把辽国的五十万岁币 转给金国 随后金国只愿意 归还燕京以及附近的山前六州 而且加码要求 这六州的财产 非汉族人口 交给金国 宋徽宗想用这个加码 换回银平鸾三州 没想到金国不仅拒绝 还要求增加燕京的租税 从北宋的立场来看 金国是得寸进尺 层层加码 可是从金国的角度看 说好的一起夹击 结果全部都是我自己打下来的 现在我还遵守盟约 把土地还给你们 要点辛苦 为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宋军的屡次败退 和宋徽宗的步步退让 让金国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宋徽宗同意了金国的加码 不过提议把每年的租税换成岁币 也就是把原来的五十万岁币增加到六七十万 金国一看你宋徽宗那么好讲话 又说了 那先把去年的五十万岁币付了吧 那群臣反对 那去年又没得土地 为什么要给钱呢 可是宋徽宗经不住金国使者的软磨硬炮 松口同意了 那宋徽宗一次一次的软弱 让阿古达意识到 只要态度强硬 就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那接下来呢 金国开始漫天要价了 如果北宋要把租税变成岁币也可以 但每年需要增加岁币一百两白银 那要知道 北宋给辽国五十万的岁币里呢 是有二十万两银和三十万匹捐 那可是呢 买回燕金呢 居然还要多加一百万两白银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那正所谓呢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那北宋以为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拿下燕云十六州 结果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那不过宋徽宗还是同意了 但是仍让赵良寺和马阔 试图争取一下山后诸州和西境 一片狂喜 或许是阿古达心心念念 东北老家的大本营啊 但山后诸州和西境距离太远 不好管控 那又或者是北宋答应的爽快 阿古达投桃报李 金国居然同意归还山后诸州和西境 但是需要一次性给一些打谢 那这个峰回路转呢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啊 这样一来呢 北宋相当于啊 将燕云十六州都收复了 大家都是喜出望外啊 毕竟收复国土也是一个王朝实力的象征啊 那接着呢 就是需要敲定两国文书的细节了 其中有一条规定啊 双方不得将对方的叛将 判明留下来 那金国借此呢 又大作文章了 不仅列出了逃亡北宋的辽国官员 认为这些人呢 应该归金国所有 还让北宋啊 把战乱中逃来的百姓 移交给金国 那这让北宋非常为难啊 首先呢 北宋有责任保护投降的官员 如果交出去就会失去人心 但如果不交呢 金国就不肯交割土地 第二啊 逃亡过来的百姓很多 由于当时啊 缺乏有效的统计方法 那甄别起来呢 是非常困难 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 那北宋迟迟完不成 这两件事情啊 引起了金国的不满呢 金国又提出了 如果无法按时交出逃亡者呢 可以让郭药师的常盛军来替代 那常盛军呢 是北宋唯一能打的军队了 北宋自然不肯呢 于是提出用燕京的老百姓 代替常盛军 金人最看重人口 马上就同意了 他们将燕京地区的中间力量 赋予人家全部带走 而且啊 还宣称这些百姓是被北宋抛弃的 那如此一来呢 留给北宋的只是一座难民城 那不过啊 这并不影响北宋君臣的狂欢啊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忙着祝贺宋徽宗的丰功伟绩 可是全程参与了此次收复的赵良寺和马阔呀 却保持着冷静 赵良寺甚至悲观的认为 和平最多能保持三年 马阔则提议要训练军队修缮城墙 安抚流民等等 但是他的建议呢 并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当中 就在这时 金国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惊人走出了东北 看到了南方的繁华 也看到了北宋的软弱 年轻一代的中间力量主张强硬对宋 比如土地问题 只愿意承认郭药师投降北宋时 带去的那两个州 其他地区都应该属于金国 好在阿古达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人 他否定了这种提议 要求遵守海上之盟 但是交换土地的工作还未完成时 阿古达就去世了 金国轮到鹰派上台了 好了 今天我们读到了郭药师 带着长盛军投靠宋军 宋徽宗信心大增 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燕京 可是勇猛的长盛军呢 却被无能的宋军拖了后腿 北宋啊 不得不又求助金国出兵 帮助收复燕京 再用钱买回来 那金人收复燕京后呢 漫天要价不断加码 可是宋徽宗的步步妥协 最后都同意了 那宋徽宗花了巨大的代价 买回了燕云十六州 但这并不妨碍北宋 沉浸在一片收复疆土的狂欢之中 可是遵守盟约的阿古达去世了 金国的鹰派开始执政 宋经的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进入话题 俗话说 不怕狼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郭药师制定了齐席燕京的计划 却因为北宋的援军不到位而失败 工作和生活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经常拖后腿的队友呢 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郭建龙的 《汴京之危》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郭药师 带着长盛军啊 投靠了宋军 那宋徽宗信心大增 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 打下燕京 可是啊 勇猛的长盛军 却被无能的宋军 拖了后腿 北宋不得不 又求助金国 出兵帮助 收复燕京 再用钱去买回来 那 金人收复燕京后呀 漫天要价 不断加码 可是宋徽宗呢 却步步妥协 最后都同意了 宋徽宗花了巨大的代价 买回了燕云十六州 但这并不妨碍 北宋沉浸在一片 收复疆土的狂欢之中 可是 遵守盟约的阿古达去世了 金国的鹰派开始执政 宋经的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暗渡陈仓 宣河五年 大金开国皇帝蜿蜒阿古达去世了 此时啊 残存的辽国势力有所发展 叛辽投金的平州将领张觉 决定回归救主 他与残疗势力联合 让迎平鸾三州脱离了金国的控制 张觉的叛乱成为了送金义和的考验 那首先呢 当初金国从燕京带走的百姓啊 就安排在了平州 那张觉下令这些百姓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回乡 可是燕京的土地啊 已经分给了郭药师的将士 百姓们要么就近安置 要么跑去别的地方 当金国要求归还人口时呢 北宋啊 根本连人都找不起 那其次啊 张觉本人呢 发现残疗势力根本不够强大 如果不想被金国抓回去啊 他必须投靠一个大靠山 于是啊 他决定带着迎平鸾三州投靠北宋 那接不接受张觉啊 成为了北宋一个大难题 如果北宋接纳张觉 这就意味着啊 背信弃义 主动撕毁了送金合约 但是如果不接受呢 张觉在平州的十万兵马啊 始终是北宋的一个隐患 那而且啊 张觉还带来了北宋 做梦都想得到的迎平鸾三州 那可谓是鸡不可施啊 面对这样的机会呢 宋徽宗是真的动心了 他写信给燕京的守将 信中写到呢 对北宋最好的策略就是 坐山观虎斗 先让张觉和金兵斗一斗再说 但他随后又写了第二封信 要求偷偷招降张觉 宋徽宗还在张觉取得一次胜利后 大喜过望 下了诏书和写了亲笔信给张觉 不幸的是 诏书和亲笔信后来都被金人所得到了 那这也成为了北宋违反合约的铁证 金国徽军南下进攻平州 在围攻平州的这半年里啊 宋军需要维持宋金合约表面上的和平 无法为平州守军提供帮助 最终金国将迎平鸾三州拿下 并要求北宋交出张觉 那宋徽宗呢 见这件事啊 是糊弄不过去了 便下了秘址 杀了张觉 那目睹了整个经过的长盛军将士啊 心寒不已 郭耀师愤怒的说 如果来索要的是我的人头 皇帝又该怎样 金国也借着张觉事件指责北宋破坏协议 不再移交山后诸州 然而啊 宋徽宗并没有从张觉事件中吸取教训 也仍然没有意识到军事防御的重要性 他重新启用宠臣铜冠 铜冠提出要朝降逃到西北的辽国天作地 那这个建议呢 也被宋徽宗所接受了 那宋徽宗呢 还下了诏书对天作地呢 以皇帝相待 那希望辽国能在侧面对金国造成压力 天作地虽然愿意投靠北宋 但是金国横在中间 他根本没办法来到北宋的疆土上 那最终呢 天作地是被金国俘获 那而宋徽宗的这一举动啊 引起了金国的愤怒 新存幻想 那宣和七年的正月啊 宋徽宗派出了使臣呢 去出使金国 那庆祝新皇帝登基 使臣回城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 什么呢 金国在向南边运粮草 调兵嘛 那而且呢 当他们询问当地汉人出身的居民情况时呢 对方毫不隐瞒的说 金国要入侵宋朝 使臣八月回到汴京 将此事上报给皇帝 那可是啊 由于皇帝下令不准妄言边疆事物 否则革职下狱 这个消息呢 最终没有能送到宋徽宗的手上 与此同时啊 金军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调兵 而且呢 在北宋的边境呢 已经可以看见金军的队伍了 金军的入侵是一触即发 从九月到十一月 北方送来了一百七十多封 有关金人入侵的奏章 但是呢 都被宋徽宗给压了下来 因为啊 他正忙着准备十一月的南郊祭祀活动 那到这个时候呢 负责北方防线的铜冠啊 虽然感受到了大军压境 却依然是心存幻想 他派马阔等人呢 以商量山后诸州归还的名义呢 去探查金军是否真的要难清 还试图呢 用少归还几个州的条件呢 去换取和平 然而呢 金国元帅张罕啊 直接对马阔说 山前山后都是我们的地盘 不仅不会还 你们还需要割几座城池来赔罪 张罕如此自信 有两个原因 一是呢 北宋的一些叛军投靠了金国 让金国摸清了北宋的军事底细 而且他们告诉张罕 国要师的长盛军 因为张绝事件呢 对北宋以心怀不满 军心涣散 金军最忌惮的就是长盛军 这个消息呢 了了金军对宋军的最后顾虑 那二是啊 辽国的降臣降将们呢 在金国当上了官 快速融入了金国 并且呢 主张恭送 这样呢 也算是拿回自己的东西 在游牧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啊 当一个游牧民族被征服后呢 妻女一主啊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这甚至呢 被当作了快速实现血缘融合的好办法 辽国在血缘关系 军臣关系上与金国进行了融合 还向金国普及了中原地区的地理知识 使得金国的入侵更有底气了 马阔回到太原告诉铜冠 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可是铜冠呢 依然不相信 直到金国使者带来了张罕的信 上面写明 必须开战 他才肯相信 张罕还写了出兵席文 指出北宋接纳张绝 图的是金国的土地 那么金国伐宋 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如果宋徽宗响夜河呢 那需要以黄河为界 重新划定领土 如果宋徽宗接受这个条件呢 就相当于啊 不仅燕云十六州没有得到 还会失去整个河北山西地区 而且呢 也无法阻止金军继续进攻 黄河南岸的广大平原 但宋徽宗啊 把这些信息呢 是瞒得严严实实 直到金军打响战斗 才有些零零星星的消息 在汴京传开 这时朝廷呢 依然没有个定论 到底是反抗呢 还是服软 那宋金之战 就在北宋军臣 掩耳盗铃的态度 以及金国的金星策划中 拉开了序幕 金军制定的前置战略 分东西两路大军进攻北宋 阿古达的次子沃黎布 掌管东路大军 从河北地区南下 经过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 渡过黄河 直奔汴京 金国元帅张罕负责西路大军 需要从塞外穿过燕门关 途经太原 翻越太越山 和太行山 渡过黄河 才能进攻边境 东路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容易进攻 西路则有许多天然的防御屏障 相对而言 西路是一块硬骨头 而年轻的沃黎布负责东路 经验老道的詹罕负责西路 对北宋来说是一个机会 马阔看到这种情况 提出利用地理优势 死守西路的山西 把主战场放在东路 阻止东路大军的推进 当战线拉得足够长 金军的兵力和后勤就会出现问题 到时候再反击 金军必败无疑 这可惜啊 不是所有的将领士兵 都有马阔这般抵抗的决心 此时 郭耀师在东路与沃黎布的军队 展开了一次生死较量 在郭耀师出战的时候 宋军担心他有一心 另派两军与他一起出战 形成三军出击 郭耀师的长盛军虽打了胜仗 但其他两支军队都战败了 这次战斗啊 宋军都损失惨重 但结果呢 也称得上势军力敌 这也证明呢 宋军呢 有足够的战斗力保住燕京 可是啊 第二天一个震惊的消息传来 郭耀师投降了 我们回到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 这天晚上呢 郭耀师发现了燕京东北门守卫 决定投降金军 而且呢 还要拿自己的人头 给金军当见面礼 他顺藤摸瓜 却发现投降的主使者呢 是今天吃了败仗的两军将领 那郭耀师啊 感到非常的无助 他知道宋军从上到下都在防备他 可他依然呢 尽全力的守护燕京 然而 北宋的将领却早已叛变 至此他才明白 常盛军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 他悲愤交加 决定与其做一代弊 不如将自己和常盛军都送给金军 于是他写了响表 将燕京的官员们软禁宣布投降 就这样 用巨大代价换回来的燕京 只在北宋停留了两年 便易主了 逃跑的皇帝 就在沃黎布的东陆大军 长驱直入的同时呢 沾罕的西陆大军也在快速推进 占领太原以北的土地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因为这些城池几乎都是北宋叛军送的 那西陆大军直到进攻到了太原 才被首将张孝纯阻挡 反观此时的北宋朝廷 宋徽宗每天与群臣商量对策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让大家打跌眼镜的办法 那就是逃跑 可皇帝逃跑必然会导致人心大乱 可以说是不战而败 但皇帝要走谁能拦得住呢 李刚等大臣呢 想了个主意 就是让宋徽宗啊 把皇位善让给太子 这样才能安定人心 宋徽宗同意了 马上写了最几招 将自己骂的是一无是处 请求人民原谅 并恳求啊 各地来秦王救援 然后便匆匆忙忙完成了传位 26岁的宋 清宗在一片混乱中被逼上台 改年号为靖康 短暂的靖康之年 就这样乱哄哄的到来了 靖康元年正月初一 东路的金兵到达黄河北岸准备渡河 此前的北宋守卫的将领 根本没有抵抗之心 金军一到便主动率军撤退 三万多的宋军逃的一个都不剩 于是金军花了三天 从容不迫地渡过黄河 黄河失守的消息传到汴京 宋徽宗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 他带着皇后皇子和妃子 头也不回 快速逃向南方 路上还碰到了一批逃亡的大臣 便结伴而逃 最后到了扬州 镇江等地 新皇帝宋清宗在汴京城则 做了两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一是诛杀宋徽宗的六个宠臣 这六个人在宋徽宗时期 敛财待战 除掉他们 有利于团结人心 二是任命主战派开始军事防卫 但应该如何组织防御 才能击退金军入侵呢 这时一个优秀的大臣 李刚登场了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北宋背信弃义 接受金国叛将张觉 招降辽国天作地 激怒了金人 而后啊 又把张觉杀死 还给金人 含了众将士的心 那北宋君臣 对于金国的蠢蠢欲动 并未放在心上 仍然心存幻想 迟迟不做军事上的防御 金国以宋朝违背合约为借口 宣布发送 然而宋军中的一部分将领 主动投降 使得金军一路高歌猛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宋徽宗写下了罪己诏 传位给儿子 抛下百姓和江山 逃跑了 新皇帝上台 诛杀了六贼 开始进行军事防卫 然而已经人心大乱的汴京 能否抵御金军的入侵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在帝国大厦江青的危机时刻 宋徽宗选择了逃跑 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啊 你有没有遇到过 光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呢 你是选择了坚持到底 还是放弃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 郭建龙的汴京之味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 北宋背心七义 接受了金国叛将张觉 招降了辽国天作地 激怒了金人 那而后呢 又把张觉杀死了 还给金人 含了众将士的心 北宋君臣 对于金国的蠢蠢欲动呢 并未放在心上 仍然心存幻想 迟迟不作军事上的防御 金国以宋朝违背 合约为借口宣布伐宋 然而 宋军中的一部分将领 主动投降使得金军 一路是高歌猛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宋徽宗写下了 罪己 照传位给儿子 抛下百姓和江山 逃跑了 新皇帝上台 诛杀了六贼 开始进行军事防卫 然而 已经是人心大乱的汴京 能否抵御 金军的入侵呢 让我们继续 今天的阅读 差点被遗弃的变惊 靖康元年正月 金军渡河的消息传来了 宋徽宗已经跑了 不少大臣也主张撤离 劝宋清宗也逃去襄阳 或者是西安 如果能有序撤离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在人们的设想中 皇帝首先撤退 其次再引导平民 有组织的疏散 然后呢 军队入驻汴京城 展开顽强的防御 拖到金军后勤补给不够 那再找机会反击 然而啊 金军来得太迅速 连皇帝都不能好好安排撤离 何况平民呢 而且啊 北宋军队原本就混乱 一见皇帝撤退 那必然也会跟着逃跑 这时啊 李刚出面了 宋清宗曾任命他为尚书佑城 李刚内心正直 不愿逃跑 他通过威逼力又软磨硬炮 终于让宋清宗决定留下来 并半强迫半威胁的 让他去城门 慰问士兵 鼓舞士气 然后啊 李刚又借皇帝之名 强迫大臣留下 可以说啊 李刚几乎凭借个人力量 让整个朝廷留在了汴京 汴京城暂时逃过被抛弃的命运 同时啊 他还制定了详细的防御计划 从城墙的防御系统 军队的训练工作 到城外薄弱地区 以及城外最重要的仓库 都做了严密的部署 那刚部署完成 京军就来到了汴京城下 他们占据了城外的西北角 那里是皇家的御用马厩 郭药师呢 了解汴京的地理位置 他就带领着京军呢 将皇家的马匹是一网打尽 那不仅是获得了马呀 也解决了赐料的问题 这卧离部是兴奋不已啊 他还说啊 看来宋朝真的没人 但凡有一两千人守卫黄河 我们都过不来 那京军一鼓作气 当天傍晚呢 就发动了攻击 目标呢 是防御比较薄弱的西水门 不过既然是薄弱点呢 李刚早已经安排了反制措施 经过李刚率领将士的严防死守啊 京军无法攻克西水门 那过了两天呢 京军一早又开始进攻酸枣门 那李刚呢 率领援军呢 直奔二十里来支援 那当他到达的时候啊 北宋守军处于下风 还开始滥杀所谓的奸细 他敏感的意识到 这是军内出现了恐慌 如果不及时制止啊 很快就会军心涣散 李刚登上城墙 果断斩首了几个杀人的士兵 并制定了抓奸细的程序 控制住了守军的恐慌 激励了将士们 那战斗持续到下午五点多 京军死亡数千人 然后退军 经过这一战呢 宋军信心大增 而且呢 也摸清了敌方的一些底细 号称三十万的京军呢 最多也就六万人 只要支撑一两个月 京军自然拖不起 届时呢 各地秦王部队赶来 京军必败无疑 该打的时候不打 此后啊 整个正月京军 也没有再发起一次像样的进攻 那边京城的首位呢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那可是宋清宗呢 却惶惶不可终日啊 他想速战速决 于是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议和 那其实呢 沃黎布呢 也在等着宋清宗的议和 沃黎布军事经验不足 抢了几个城池之货 想过班师回朝 但他幸运的遇到了郭药师投降 在郭药师的带领下呀 一路来到汴京 但是张罕的西路大军 并未如约到来 钳制汴京的战略 未能实施 那沃黎布啊 已经孤军深入 他想的是啊 既然已经攻到了宋王朝城门底下 也没必要继续打仗 捞点钱才回去就行了 那两国开始了外交谈判 那京人说了 我们来做个买卖就回去了 你们割让河北和山西 以黄河为界 支付一些靠军费用就可以了 那宋人一听啊 这哪里是买卖啊 又要地又要钱 还没有任何回报 这不是墙取吗 跟墙有什么区别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呢 李刚就总结了 金兵入侵的五大需求 那第一啊 称尊号 第二啊 所还逃亡者 那第三呢 增加岁币 第四啊 一次性的靠军费 那第五呢 割地 他认为啊 称尊号和所还逃亡者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可以满足 那一次性的靠军费呢 咬咬牙呢 也能给 但是碎币啊 是持续性的支出 不能轻易给 割地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这不仅是城池丢失的问题 而是失去屏障 未来不保的原则性问题 那李刚要求亲自去谈判 可宋亲宗啊 怕他太刚烈便没同意 主和派掌握了此次的谈判 那几番来回啊 最后宋经达成了新的协议 主要内容是呢 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 一次性的靠军费呢 是金五百万两 银五千万两 还有一些马牛骆驼 捐步等等 那金国呀 还要求呢 北宋提供亲王和宰相做抵押 北宋在战场上击退了金军 却在谈判桌上彻底沦陷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 金国要求的靠军金银 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其中啊 让李刚最痛心的是 割让三镇 这就意味着啊 金国可以随时长驱直入 整个中原 三镇的丢失啊 无异于将整个北宋拱手相让 于是呢 他建议不要急着凑钱 也不要急着发割地让城的诏书 先拖延一阵 等秦王大军的到来 可是宋亲宗啊 根本是听不进去啊 他只想快点把眼前的事情对付过去 根本就不去想长远的打算 那北宋军臣呢 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执行金人的要求 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帮昌为人质 下发了割让三镇的命令 不过啊 李刚利用手中的军权呢 扣下了交割的命令 那暂时掩盖住真相 然后呢 拼命的搜刮全城的金银 最终是搜刮到了金呢 51万多两 那银是1400多万两 这离协议要求的呢 还差得很远啊 皇帝这才意识到啊 整个汴京城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的金银啊 于是啊又将皇宫里祖宗留下来的宝物拿去充树 不该打的时候又打了 就在宋清宗大肆搜刮金银的时候啊 各地秦王的军队是陆续赶造 兵马达到了20万之多 宋经的军事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 当初守城是因为没有兵 现在兵来了 可以开战了 那这时呢 那北宋朝廷的复杂啊就更加显现出来了 主和派担心呢 如果金军最终被秦王军队打败 就说明他们求和策略是错误的 结果就会是轻则丢官 重则掉脑袋 于是啊 他们一方面的反对李刚 掌握城外的秦王军设立了机构 架空了李刚 那另一方面呢 加紧配合金军的陪换工作 好让金军早日离开 那可是啊 金军对金银的渴望啊太过强烈 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墓啊 都刨开 将殉葬品是洗劫一空啊 这件事情呢 终于触怒了宋清宗 加上秦王军队气势如虹 他开始倒向主战派 正月二十七啊 宋清宗召集将领们开会 李刚提出了完整的战略 由于金军孤军深入 采取守住黄河渡口要道 断绝粮道的方式围困金军 然后腾出手去收复河北师弟 那等他们粮草殆尽的时候呢 再逼迫他们归还割让三镇的证据 那然后放金军一条归路 待他们渡河的时候呢 再将他们全部消灭 李刚的战略得到了宋清宗和将领们的认同 为了等另外两支队伍呢 宋清宗确定啊 在二月初六发起行动 然而就在二月初一的这天晚上呢 却出现了一支宋军啊 偷袭金军营地反而被金军围攻的事情 那打乱了一切的计划 原来啊 有一个叫姚平仲的将领啊 怕在众人行动的时候呢 凸显不出能力 私下去找皇帝 称要提前结营拿下卧力布 那宋清宗呢 居然没有跟其他的任何将领商量啊 私下就答应了 那姚平仲呢去找了一个术士占卦 算了一个结营的好日子 但却走漏了风声 以至去结营的时候呢 反被金军包围 正在休息的李刚被皇帝的三道吉令催行 率军救援 战斗到天亮才击退了金军 那就在李刚与金军激烈熬战的时候呢 组合派对结营失败的行情和后果夸大其词 乘机呢 怂恿皇帝罢免李刚 将责任呢 都推到李刚和崇师道身上 并将他们绑了送给金军 当作谢罪 撇清皇帝的干系 那宋清宗慌了神呢 虽然他否决了将李刚和崇师道 送给金军的做法 但还是罢免了李刚 那面对金人的质问呢 宋清宗称自己是对此事啊 并不知情 是姚平仲和李刚私自发动了结营 他已经罢免李刚 请金人不要怪他 被吓破了胆的皇帝呢 对内呢 还要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全力求和 然而啊 李刚被罢的事情呢 却激起了汴京城 士大夫和民众的愤怒 他们汇集在宣德门外 要求皇帝重新启用李刚和崇师道进攻金军 并要求啊 贬斥主和派一行人 民众得不到满意答复杀了好几个宦官 宋清宗不得不下诏书给李刚复职 李刚马上赶来安抚民众 平息了这场动乱 而且呢 他还下令呢 反击金军的进攻 又打退了金军的工程 此时呢 金军对秦王部队也十分忌惮 而且啊 沃黎布也拿到了 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大量的金银珠宝 达到目的的金军快速撤离 板石回朝 不久 攻破不了太原的西路金军 也撤退了 那通过这次战争啊 金军取得了太原以北 以及燕京地区的所有土地 还取得了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割地诏书 可谓不虚此行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李刚制定了详细的防御体系 汴京城固若金汤 金军无法攻破 但是只想渡过眼前难关的宋清宗呢 却选择了一和 最终达成了割地赔款的协议 这时啊 北宋各地赶来秦王的部队呢 达到了二十万兵马 完全具备进攻金军的条件 却又因为内部斗争和宋清宗的软弱 而放弃了大好的机会 金军忌惮旦秦王部队 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和三镇割地诏书 撤退了 但这三镇呢 还在北宋手上 金军记忆撤退 宋清宗还愿意遵守合约进行交割吗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新人话题 宋清宗私自答应了结营的计划 却又害怕惊人指责 而嫁祸给李刚 实在是可气可叹了 那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啊 你有没有遭受过栽赃嫁祸 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气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 郭建龙的汴京之位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李刚啊 制定了详细的防御体系 汴京城固若金汤 金军无法攻破 但是只想渡过眼前难关的宋清宗呢 却选择了一和 最终啊 达成了各地赔款的协议 这时呢 北宋各地赶来秦王的部队啊 达到了二十万兵马 完全具备进攻金军的条件 却又因为内部斗争和宋清宗的软弱而放弃了大好机会 金军忌惮旦秦王部队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和三镇割地诏书撤退了 但这三镇还在北宋手上 金军既已撤退 宋清宗还愿意遵守合约进行交割吗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三镇问题 金军已经撤退 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宋清宗才醒悟过来 张罕的西路军之所以没有来到汴京 就是因为攻不下太原 如果割让出去了下一次金军的进攻 就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啊 虽然宋清宗派了割地使啊 到三镇去配合交割 但是三镇守将的不仅不执行 反而加紧防御和抵抗 大臣们也纷纷劝说 如果执行啊 那北宋的死期就不远了 如果不执行呢 还能拼个你死我活 怎么看都是不执行更好 于是啊 皇帝派人呢 出使金军提出一个建议 三镇呢 仍然归北宋 但是北宋呢 会再增加一些碎币给金国 金国没有回应 皇帝呢 便找了几个金国的茬 比如啊 不释放人质 没有和平撤退等问题 宣布金军不遵守盟约 正式让三镇进行抵抗 并派出崇师到姚谷 以及崇师中 三名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大将 去支援三镇 还喊出 祖宗之地 尺寸不可与人的口号 那这时呢 金国也派人出使北宋 督促交割事宜 但宋清宗呢 把人给扣了下来 这次啊 金国使团的首领是辽国降将 为了早日脱困呢 他假装对金国不满 还透露另一个辽国将军 在金国也过得不顺 宋清宗信以为真呢 决定不再扣押使臣 并且写了封亲笔信 给使臣带回去给辽国将军 招降他们返京 以减轻北宋的压力 但没想到啊 使臣只是个幌子 而宋清宗的信呢 也自然就落到了金人手中 历史再次重演 宋徽宗早年昭祥辽国天作地 被金军截获了圣旨 为金国恭颂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然而宋清宗并没有吸取教训 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留下了文字的证据 金国发现宋朝皇帝 还在干这种投机取巧之事 意识到谈判已经不会成功 那么不妨用武力 来威胁北宋皇帝妥协 在这样的局面下 宋经双方都在筹备军事行动 太原失守 与此同时呢 李刚针对目前的宋经形势呢 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八项改革 指出了宋军指挥权混乱 战斗力不高的现状 并给出了解决措施 比如战时重新恢复王安石时代的保甲制度 还有不少修缮防御 以及恢复生产新经济的具体措施 宋经宗嘴上答应了大部分改革 但是由于触碰到的利益阶层太多 行政效率非常低 这些改革全部都被搁置了 再看一下北宋军事上的行动 京军撤退后啊 河北以及太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 都被宋军收复了 此时呢 宋经大军僵持点在太原 太原在张纯孝的坚守下呢 劳不可破 于是啊 京军将太原围了个水泻不通 彻底断了城内外的物资联系 太原城内粮草匮乏 宋青宗的派姚谷和崇师忠啊 率军兵分两路 形成前行攻势 夹攻太原外的京军 解救太原 但就在两军准备 稳扎稳打推进的时候呢 北宋朝廷急不可耐 逼着姚谷和崇师忠快速进攻 否则就治他们的罪 由于进攻计划急促 加上得到了错误的军情 这场进攻呢 以崇师忠战死 姚谷部队被打退而告终 第一次太原解围 宣告失败 至此呢 北宋最有经验的三大将领啊 最终以崇师到退休 崇师忠战死 姚谷被免职为结局 北宋的支援战变得更加艰难了 那这时啊 祖和派跳出来说了 我们没有打仗的将军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割地求和吧 那李刚是强烈反对啊 坚持三阵必须守住 祖和派趁机劝皇帝 既然李刚有信心 就让李刚去守三阵吧 那宋清宗正愁是没人去打仗啊 一听也就顺势同意了 那李刚是个文臣呢 当初靠着一腔热血在汴京保卫战中啊 担任了指挥 他也清楚自己不会带兵 而这次啊 是政治对手将他清理出政治中心的策略 但是他依然决定了要去带兵 那但此时北宋的军备呢 已经严重不足 李刚一直没有上前线 而是只让士兵们操练 还忙着造战车 但是在皇帝看来啊 李刚是待在后方毫无行动 便一指诏书啊 将士兵解散了 此时李刚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最后啊 被免职走上了慢慢的贬值之路 宋清宗那么着急 是因为啊 他打算最后一次试图通过武力来保卫三阵 如果不成功 他就考虑求和了 那于是啊 他开始了越级指挥 催促各地军队呢 去解太原之围 各个部队只听从皇帝 但是山高皇帝远 各部队最后变成了各行骑士 那第二次解救太原呢 再次以失败告终 那另一边呢 京军呢 为了攻陷太原呢 也是绞尽脑汁啊 先是用木头啊 建造了围墙 将太原围了起来 断绝内外交通和物资 然后呢 动用了数千台炮石 额车 火梯 云梯等各种工程器械 但都被太原守将一一化解 那不过啊 由于太原被围住 缺乏粮草 就成了太原最大的漏洞 城内全民皆兵 没粮食吃 就先杀牛马罗驴 然后再吃皮制品 接着拔草根和树皮 最后开始吃死人 吃老人 士兵们最终饿得 没有力气 无力抵抗进攻 最终啊 无法避免失守的结局 太原是北方的屏障 这座城市坚守了260天 可以说是靖康之战中 最顽强的城市 但是它的失守啊 也意味着西路大开 京军可以长驱直入 直奔汴京 但是更可怕的是呢 太原周围还有十几万的宋军 但是谁都无法解救太原 由此可以说明啊 北宋的军事体制呢 完全落后于京国 这种落后呢 不是说没有优秀将领和士兵 而是指挥系统紊乱 无数层级相互牵制 没有办法调动资源 来进行一场战争 第二次围困汴京 这一系列的失败后呢 皇帝又开始把重心 移到外交活动上 再次提出三振归北宋 增加碎壁的方案 但是啊 京国在拿到宋清宗 发出的抵抗信后呢 认定啊 他和他父亲一样 是一个背心弃义的人 就开始准备第二轮的军事行动了 再加上啊 太原的失守 让京国呢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京国拒绝了议和 詹罕更是直接说 我要的是战争 京军依然分东西陆军 开始了进攻 不过啊 他们吸取了第一次进攻中的经验教训 设置了元帅府来协调两部军队 以免沟通不到位 东西两路军队互相配合 一路攻陷城池 很快就来到了黄河北岸 准备渡河 黄河南岸有着12万的宋军守卫 京军采取威慑战略 敲了一夜的战鼓 结果第二天南岸的宋军全部消失 京军兵不血刃的渡过了黄河 宋清宗听到这个消息啊 不再坚持了 他派出康王出使沃里布的西路军 许诺割让三阵 不过康王在出使的半路呢 就被百姓给拦截了 他自己呢 也觉得谈判的可能性不大 出使啊 也只能当俘虏 便停在了向州 那写信将情况汇报给宋清宗 等待进一步指示 就这样啊 康王避开了第二次的汴京之围 让南宋多了一个开国皇帝 靖康元年11月21日 金国使臣率先呢 到达北宋皇宫 要求以黄河为界 划定两国疆界 宋清宗吓怕了 仓促答应下来 但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呢 如果当地守城不开 就算皇帝的诏书也没有用 那而且啊 北宋根本无人愿意当割地使 因为这个职位呢 相当于是金人的帮凶 会留下千古的骂名 那事实证明啊 这的确是个非常危险的行程 派出去的金国使臣和北宋割地使啊 不是被当地人追杀 就是直接被杀死了 11月24日 沃利布率领东陆大军 再次来到了汴京城下 这离第一次围城啊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过十天前呢 皇帝已经下令亲爷 周围的百姓脱家带口 进入城内 但却出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汴京城外有个叫刘家寺的地方 放着500多门大炮 这些大炮啊 并没有收入城中 这些大炮啊 原来为了秋季大阅兵准备的 但是由于阅兵没能举行 那各个部门呢 就开始为这些炮啊 应该归哪个部门而争讨 推来推去啊 无人负责 直到京军到了城下 也没商量出个负责人来 那沃利布来到汴京城外呢 发现第一次占据的西北角呢 被淹了 便兜兜转转 找新的驻地 那正好刘家寺有大炮啊 沃利布部队呢 就驻扎在了刘家寺 将大炮呢 占为己有 并将炮口对准了城内 随后啊 沃利布发动了几次进攻 都被宋军击退 大家都相信呢 汴京城有足够的防御实力 只要等到秦王大军到来 情况就会有好转 但就在这时 沾罕的西路大军 攻克了最后一块硬骨头 淮州 也已经到达汴京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京军撤退后啊 宋清宗决定撕毁合约 不仅不交割三镇呢 还试图招降 京国中的辽国将领 以至于又落下了把柄 在京人手中 另外啊 宋清宗派了很多军队 去支援三镇 但由于内部军事体制的混乱 结果是损兵又折降 最后坚守了两百多天的太远 实现 一系列的失败呢 让宋清宗啊 又决定议和 但京国拒绝了 并发动第二次战争 这一次 京国的东西路大军 双双抵达汴京城下 宋清宗是选择死守 还是议和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北宋仕途招降 京国的将领 还留下了文字的证据 可见 不懂得吸取教训 就容易重蹈覆辙 在工作或生活中 你有没有犯过 两次同样的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呢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 郭建龙的 汴京之危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 京军撤兵之后呢 那宋青松啊 决定啊 撕毁合约 不仅不交割三镇呢 还试图招降 京国里的辽国将领啊 以至于的 又落下了把柄 在京人手中 那另外呢 宋青松啊 派了很多军队 去支援三镇 但是由于啊 内部军事体制的混乱呢 结果是损兵又折将 最后呢 坚守了200多天的太原呢 也实现了 那一系列的失败呢 让宋青松又决定了议和 但是呢 京国拒绝了 并且呢 发动了第二次的战争 那这次呢 京国的东西路大军 双双是抵达了汴京城啊 那宋青松是选择死守呢 还是议和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世军立敌 靖康元年 润十一月初二 那沾罕的西路军呢 到达了汴京城外 安营在南边的青城 那还记得第一次围城的时候啊 沃里布的军队呢 驻扎在西北角 即使在战争的时候呢 汴京城的东南门啊 还是可以开放的 那这次呢 詹涵与沃里布的两路部队啊 一南一北的控制住了 汴京的进出城通道 那形成了真正的围困 而且曹梁呢 就是通过汴京河 从东南边运过来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 也是整个城市啊 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那再加上呢 京军有了太原之战的围城经验啊 一路上呢 还截略了不少百姓过来 逼着他们做工程器械 那京军为这次围困呢 可以说是做了百分百的充足准备了 汴京城被封锁后呢 城内从上到下是一片恐慌 宋清宗的心理防线呢 接近崩溃 他突然想起了被贬的李刚 虽然李刚不会指挥啊 但是他在一年前的围困中呢 表现出慷慨激昂的一面 大大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那于是呢 皇帝发出诏书派人去召回 被贬去重庆的李刚 但是汴京城还能支撑到 李刚回来吗 会合后的京军马上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猛烈工程 跟进攻太原一样啊 京军运用了大量的火梯 云梯 边桥 撞杆 鹅车等工程器械 还有刘家寺的那数百门大炮 杀伤力非常大 那虽然京军有几十万大军和各种工程器械大炮 但不到十万的宋军呢 依靠守城的优势和严密的防守策略呢 可以说是打得势军力敌 那为了提高士气啊 宋新宗三番五次亲自去城门上靠军 那还将自己和工人的私房钱分发给将士们 这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那不过呢 几天之后啊 人们却发现了 京宋两国的使节呢 是来来回回的穿梭 一股不安的情绪啊 在汴京城蔓延开来 关于弹河的风声又出现了 百姓们想起了上次的搜刮 惶惶不可终日 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抵抗到底有没有意义 士气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上次二十万勤王之师 包围沃里布的东陆军的情况下 仍是换回一个屈辱的合约 这次没有秦王军队 京军的东西陆军已经形成合围之势 这样的情况到底能换回什么呢 天降骑兵 其实啊 早在京军围城之前呢 宋清宗就已经答应了 割让整个黄河以北地区 一共需要交割五十个城市 而且啊 他还给河北和山西人民写了一封 情真义切的戏 皇帝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为了百姓免受战争之苦 如果百姓在京国的统治下能够安康 那么跟做大宋的子民也没什么两样 你们就开城门迎接京军吧 所以啊 无论黄河以北的人民反抗多么坚决 守城的士兵多么卖力 他们早就被皇帝给抛弃了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呢 京军知道交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们要求宋清宗亲自出城进行谈判签约 宋清宗推了又推 谈判进入了僵局 这也惹怒了京军 他们开始发动纵攻 此时的宋军已经毫无士气 北宋的军臣也不指望这些士兵了 他们决定啊 亮出神秘武器 最无敌 最厉害的 拥有奇门艺术的骑兵部队 骑兵的头目叫郭京 自称会法术 擅长神奇的兵法 那只要使用兵法 就可以申请两位京军元帅 三天之内将敌人打跑到阴山脚下 在宋军无望的情况下 朝廷的只能指望郭京的一万两千人的骑兵了 那他也大言不惭的答应出战 但是规矩特别多 甚至不让守卫者上城墙观察城外的战况 在战场上啊 如果无法观察到城外的战况 就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关城门 敌军就会趁机入城 那这种规矩啊 哥平时啊 守将呢 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但是呢 现在整个汴京的希望呢 都在郭京身上了 那大家选择了 相信骑兵 骑兵出战后 郭京一个人留在城头上指挥 他不时传来交锋 胜利 缴获 数千匹战马 攻占敌人 堡垒的好消息 可是这些消息 都是假的 实际上啊 骑兵一出城就被京军的铁骑冲散 那战斗瞬间就结束了 郭京称要亲自去作战 那出城后呢 就直接逃跑了 其实啊 郭京呢 不过是个下九流的骗子而已 汴京的希望呢 瞬间破灭了 皇帝投降 郭京逃跑之后啊 守将们呢 慌忙关城门 京军趁势呢 发起进攻 并且爬上了 无人防守的城墙 他们放火 制造混乱 将他们的黑旗 插在了城墙之上 随后攻破了城门 无法拿回城墙 控制权的宋军 几乎都抛弃武器 落荒而逃 成为了溃军 被攻破的汴京 混乱不已 京军统帅 虽然要求士兵 不得扰民 但仍然有不少 纪律不好的散兵 到城中就抢劫 更可怕的是 北宋自己的溃军 在对百姓 进行大规模的戒律 汴京城内火光冲天 百姓哭天抢地 一副人间地狱的模样 一些朝臣 劝宋青宗逃走 但是他坚持留下来和谈 因为他情愿相信京军 也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军队了 张罕说 只要肯割地 一切都好说 但是却突然提出 要太上皇亲自出城对话 在金人看来 太上皇是战争的始作俑者 他不出来收拾残局 谁来收拾呢 而且游牧民族的主帅 经常冲锋陷阵 战后主帅相见谈判 是最起码的礼节 但是对于北宋来说 皇帝出城那是天大的罕事 皇帝不应该冒任何风险 更不要说去敌人的营地了 不过呢 宋青宗表示作为儿子 不可能将父亲交出去 他决定亲自出面 皇帝出城 引来了大量老百姓 他们纷纷拿出金银绵薄送给金军 希望他们信守诺言 把皇帝送回来 宋青宗去了金军营地后呢 没能马上见到金军的两位元帅 他的任务是写投降书 宋朝皇帝与宰相像小学生一般 成皇成孔 来来回回修改了十几次 沾汉才满意 那第二天呢 宋青宗才见到了金国的元帅们 他按照金人要求的进行了投降仪式 最后向北方拜了四拜 表示臣服 金人将投降书送去遥远的北方 等待大金皇帝的定度 随后金人将宋青宗送回去 却对宋青宗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将在河北的康王召回 为什么金人对康王如此重视呢 除了被金军带走的肃王之外 康王是当时唯一不在汴京的亲王 在汴京还没沦陷的时候 宋青宗写了一封信给康王 封他为兵马大元帅 让他号召全国秦王来解救危机 于是康王在向州设立元帅府 成为全国的抗金中心 他是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中的一盏明灯 只要康王没被抓 全国人民就都觉得大宋江山还有希望 赔偿金额 那除了投降书啊 大家还很关心啊 宋青宗到底答应给金军多少战争赔偿 上次呢皇帝与沃利布呢 达成了是五万两黄金和五千两白银 这次呢 来了两路军队 到底需要支付多少钱呢 皇帝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布呢 那真相只有一个 赔偿数额太大 皇帝不敢说出口 很快呢 金军的索赔文书就到了 北宋呢 需要赔给金人呢 一亿两黄金和十亿两白银 那还有一千万匹圈 那这次的金银数目啊 是上次的二十倍 那即便是上次的数目 最后都没有凑出来 那更不要说这次的了 但是既然答应了 那姿态还是要做的 那皇帝呢 先从皇族和大臣下手 然后呢 再号召百姓凑钱 那还设立了回购金银的机构 任命开封府和专门的官员 来负责搜刮金银 那并出台了告密有奖的方案等等 那这一系列的措施呢 简直是要把汴金的血都榨干 经过二十几天的搜刮 金人也知道这个数目 整个北宋都拿不出来 便降低了要求 那新要求呢 是一千万两金和两千五百万两银 那金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银是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是啊 仍然是第一次的两倍和五倍 那因此呢 即使降低要求啊 也根本没办法完成 开封府的搜刮行动 进行的如火如荼 宋金表面看起来非常友好 宋青宗呢 也在尽量的满足金人的要求 他只希望能继续保持和平 保住北宋的半壁江山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金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一开始呢 双方使军力敌 但宋青宗呢 却一边打一边求和 使得宋军士气非常低落 北宋朝廷呢 还将希望寄托在骑兵身上 最后才发现呢 这是一群骗子 那金军趁机攻破城门 宋青宗答应 割让黄河以北的地区给金国 还答应了一个根本不能完成的天价赔款 那整个汴京又进入到搜刮金银的噩梦当中 宋青宗答应了金国的所有要求 那就是为了保住赵氏的半壁江山 但步步退让就能达成冤枉吗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北宋在绝望之际 既希望于奇门异数 结果反而被金军抓住机会攻陷城门 在生活中 你有没有既希望于不现实的事情上呢 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时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郭建龙的《汴京之危》 那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 金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一开始啊 双方是势军力敌 但是宋清宗呢 却一边打一边谈判 那使得宋军的士气是非常的低落 北宋朝廷呢 还将希望寄托在骑兵身上 那最后才发现呢 这是一群骗子 那 金军趁机攻破城门 宋清宗啊 答应割让黄河以北的地区给金国 还答应了一个根本完不成的天价赔款 那整个汴京呢 就又进入到了搜刮金银的噩梦当中 宋清宗答应了金国的所有要求 就是为了保住赵氏的半壁江山 但是步步退让就能达成愿望吗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社会混乱 汴京沦陷后呢 金人一直在督促割地和赔款 他们以为呢 只要宋清宗一声令下呢 地和钱都可以轻易拿到 可过了一个月 这两件事情呢 不仅没达到预期呢 还造成了北宋社会的动荡与分裂 几乎没有人执行皇帝的命令 土地交割方面 为了让城池的守将不抵抗呢 金人要求北宋朝廷将将领们的家属交出来 再带着家属去交割 但大部分官吏都去搜刮金银去了 找人的任务迟迟未开始 那金人不想再等下去了 就只能自己出发 但交割的过程异常艰难 不仅当初守将和百姓拼死抵抗 就连派去说服当地百姓投降的交割使 也临阵倒戈 在城下喊着不要投降 那一个多月过去了 金军呢 只完成了一个州的交割 交割之所以困难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康王 虽然康王呢 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连宋清宗都没办法找到他 但是呢 只要他没被金人抓住 守将们就会怀揣希望 不肯放弃抵抗 另外呢 金银搜刮也不顺利 汴京人们的反抗情绪啊 也越来越强烈 一开始呢 宋清宗并没有把数额啊 公之于众 不过呢 金人降低金额之后呢 觉得对北宋是天大的恩赐 便发布了一个摧角文 那百姓们第一次看见这个 比上次还要高的金额 被这个巨款呢 给吓住了 汴京的人心啊 是彻底的散了 百姓们呢 暗暗的反抗 做出了不少放火 拆毁楼台 等等的行为 那社会秩序 混乱不堪 不得不说啊 金军 皇帝 百姓啊 都处于巨大的痛苦中 金军苦于土地和金银的交割 遥遥无期 百姓苦于金人和皇帝的步步紧逼 皇帝呢 则是个家心饼干 那金人在压迫人们在反抗 皇帝再次出城 转眼就到了过年呢 两国互相贺岁 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 那就在大家心情逐渐放松的时候 正月初八 金人又提出让宋青宗出城一趟 说是给金国皇帝加辉号 宋青宗犹豫了两天 还是答应了 他的目的是去请求减免一部分的赔偿 让百姓们少受一点苦 但是呢 当天啊 他不仅没能见到两位元帅 还被安排在连卧具都没有的简陋房间 这时啊 宋青宗察觉到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给大臣们发了一封脱孤的密诏 还秘密要求各地方将领 守卫国家的领土 不要受金人摆布 另一边呢 金国的两位元帅 也不知道怎么处置宋青宗 他们嫌割地赔款速度太慢 希望通过扣押皇帝 逼迫北宋乖乖就范 汴京的百姓们出于对皇帝的感情 都纷纷自动缴纳金银 甚至连平民都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筹集金银的速度果然快了起来 到了正月十九 开封府征收到了十六万两金和六百万两银 那金银分别只完成了目标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不过金军呢 并没有催着百姓们缴纳金银了 开始呢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要求 比如啊 索要皇帝的宫廷用品 教访月宫 女童 女官 内侍 圣典的遗仗 纪宫 工匠 书籍 衣冠等等 那惊人痴迷汉人文化 并喜欢南方的繁荣 他们决定啊 将这些人和物带回北方建造一个文化帝国 这时啊 有三个内官衣官得知自己要被带离遍京 便报告金人想回家一趟 他们把一些金银埋在地下 本想等金人走后再拿出来 没想到自己要被带走 便请求回去将金银挖出来 带上路 遍京居然还有金银 这事情啊惹怒了金人了 那想到啊交出来的金银呢 才那么一点啊 金人呢马上就下令啊继续搜刮金银 于是呢 汴京又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搜刮运动之中 皇帝被撤 二月初啊 金太宗的诏书啊 终于到达汴京城 诏书里面写了 废处北宋皇帝的决议 由于沃里布一年前啊 围困汴京几乎不费 吹灰之力呢 就得到了一大堆金银财宝 他对宋庆宗呢 很是满意 便把此事呢 偷偷告诉了宋庆宗 宋庆宗呢 请求沃里布啊 想想办法 只要肯帮忙 什么事情都会照办 那沃里布表示了 可以试一试 但是呢 要三个地基 七个王妃和七个兵妾 那这个呢 宋庆宗答应了 但事实上啊 金太宗还下了一道暗诏 他担心啊 废除北宋皇帝后呢 事情会更不可控 便让两位元帅啊 便宜行事 造一个傀儡君王出来 这在历史上啊 是经常用的吞并手段 那沃里布收了宋庆宗的好处以后呢 就劝詹罕呢 不要废除宋庆宗 那因为要康王的号召力啊 现在比宋庆宗更大 那废了宋庆宗啊 就相当于呢 把人都推到康王的身边 还不如留下一个软弱的傀儡 甚至可以利用宋庆宗 将康王诱补 那张罕同意了 决定啊 不废除宋庆宗 并给金太宗啊 写了封信啊 说明这件事情 不过呢 信还没有送到 张罕又改变主意了 这是因为呢 百姓埋藏了大量金银的事情 触怒了他 另外呢 他还知道了 好色的沃里布啊 得到了北宋的地基 并且啊 金屋藏郊 他认定啊 沃里布有私心 这两个原因呢 让张罕决定啊 还是废除肇事 二月初六 金人安排了一个废除仪式 宣读了金国皇帝的诏书 所有的北宋官员都被吓傻了 那纷纷下跪磕头 请求金军收回成命 只有李若水拼命反抗 大骂金人 游牧民族一向敬重勇士 李若水的举动 引起了张罕的好感 张罕劝他 实时误者为俊杰 让他来金国任职 李若水以绝食抗议 最后被杀 金人感慨 灭辽的时候 誓死不投降的大臣 有十几个 但是灭宋的时候 硬骨头 只有一个李若水 选举新皇帝 废除皇帝后啊 金人并没有直接占领汴京 而是决定换人 也就是再找出一个听话的人来当皇帝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考虑啊 统治成本太高了 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啊 北宋人民不会轻易屈从金人 而且呢 北宋实在是太大了 金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吞并陕西四川 两湖两广 江浙等地区啊 那金人决定呢 把皇帝的所有家族人员带离汴京 留下新皇帝来执政 以保证自己的利益 那应该找谁来当新皇帝呢 金人把这个权力啊 交给了北宋的大臣们 那这件事啊 可把大臣们给难坏了呀 那皇帝呢 要么是靠自己打江山得赖的 要么呢 就是继承而来的 和平选举皇帝 那真是闻所未闻呢 那群臣们召开会议呢 却连话都不敢说 生怕惹祸上身 但后来呢 他们还是选了一个不在场的人 张邦昌 在第一次汴京被围困的时候啊 张邦昌和康王啊 作为人质前往京军大营 金人青睐勇敢的人 而且啊 当皇帝不想割让三镇的时候 他坚决要求皇帝遵守协议 因为这件事 张邦昌还被贬了 但张邦昌的举动啊 却赢得了金人的好感啊 新皇帝就被确认下来了 三月初一啊 在京军营地的张邦昌呢 终于要回城了 京军向城内放出口风 那你们一定要保证张邦昌是活的 如果他在城内死了 不管任何理由都是你们的错 后果呢 就是屠城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张邦昌呢 并不愿意当这个皇帝 而且呢 死都不肯进城接受册封 后来啊 金人骗他说 立赵氏太子为皇帝 由张邦昌当宰相 辅佐太子 张邦昌才同意进城的 张邦昌进城后才发现被骗了 他就开始绝食啊 他说 你们趁我不再把这个名头送给我 就是害我 我是不答应的 你们要是逼我 我就自杀 大臣们原本都以为啊 张邦昌在京军大营 已经答应了当皇帝 没想到并非如此 那张邦昌不吃不喝 硬撑了四天 还要拔刀自杀 众人哭着求他 你死了 不是害了一城的生灵吗 你就暂且演一下皇帝 等金人走了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那张邦昌啊 无奈啊 只好答应了 他悲壮的表示 自己是在以九族的性命 换取一城人的性命 金人册封张邦昌 为大楚国皇帝 张邦昌为了表示 无心当皇帝啊 做了一系列规定 比如不接受朝拜 不用叫万岁 不登正殿等等 但是有金人在场的时候 他就只能演一个皇帝 就在张邦昌和群臣演戏的时候 金军也开始准备撤离了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 虽然宋清宗呢 答应了金人的一切要求 但割地和赔款呢 都进行的是非常艰难 还引起了社会的动乱 那金人呢 为了加快金银的筹款速度啊 把宋清宗骗出城扣押起来 那随后呢 金太宗的诏书到达汴京 诏书写了 废除宋清宗的决定 那为了方便管理啊 金人决定换一个人来当皇帝 张邦昌被北宋群臣和金人选中 为了全城人的性命啊 张邦昌不得不当上了大楚国皇帝 金军准备撤离了 但是上角的金银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金军会就此罢休吗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今日话题 宋清宗以为步步退让 就能守住半壁江山 最终呢 却落得被废除的下场 在工作和生活中 你有没有做过一退再退 最终突破底线的事情 最后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相遇识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郭建龙的《汴京之围》 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 虽然宋清宗答应了金人的一切要求 但割地和赔款都进行的非常困难 还引起了社会动乱 那金人呢 为了加快金银的筹款速度 把宋清宗骗出城扣押起来 随后呢 金太宗的诏书到达汴京 诏书写了 废除宋清宗的决定 为了方便管理 金人决定 换一个人来当皇帝 张邦昌被北宋群臣和金人选中 为了议成人的性命 张邦昌不得不当上了大楚国皇帝 那金军准备撤离了 但是上脚的金银呢 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金军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金人的协议 靖康二年的3月15 傀儡皇帝张邦昌带着一份报告 前往金军营地与元帅们会晤 报告里面记录了这次围困变境期间的 北宋向金军供奉的金额是 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两金 以及七百七十二万八千两银 那这个金额啊 不仅远远达不到金军的要求 还比第一次围城啊 得到的金银少一半 那对于这个结果呢 沃利布啊是无所谓的 上一次啊 他已经拿的够多了 但是张邦啊 可一万个不满意 上一次围城啊 张邦没赶到 钱也没分着 这一次啊 他卖力地攻克了西路的艰难险阻 就是为了数不尽的金银财富 可是没想到啊 军队人数多了不止一倍 得到的金银总数却少了一半 那士兵拿到手的更少 这怎么向士兵们交代呢 那答案就是啊 战争中公开的秘密 女人 在宋经此前的议和中啊 除了割地赔款呢 还有一些不被人所知的内容 其中有两项是关于女人的 其一呢 金军承诺啊 不占领南岸和汴京 但必须将地鸡两人 宗鸡足鸡四人 宫女两千五百人 女月和各色宫义四千五百人 交给金军 那其二呢 赔款金额啊 必须在十天内交割完毕 如果不按时完成 就必须将皇家的女人卖给金军 以弥补金银差额 而且啊 协议里呢 还明确写出了每类女人的具体价格 比如啊 帝妃呢 是五千定金 王妃帝鸡呢 一千定金 宗鸡呢 五百定金 足鸡 两百定金 宗父呢 是五百定银 等等 那这个协议啊 相当于直接把汴京的女人推进了火坑 女人的偿还 二月初期 皇帝被废除后的第二天 太上皇 皇子 以及大量的宗室女子出城 由于金银数量不够啊 协议就开始生效了 这些宗室女子啊 从这一刻起 就被卖给了金军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当天晚上 张罕就安排公平们 换上割击的衣服 表演和劝酒 有几个女人不愿意 当场被斩首失众 有几个自杀而死 有几个呢 还被用铁杆穿起来 放在营地前呢 吓唬后面抓来的女人 十天后 妇女们集结完毕 两位元帅选了三千女子 作为共品献给金国皇帝 将一千四百名女子呢 赏赐给了将军 当时自己身边也留了上百号人 金军举办了一个欢宴 还邀请了北宋的两位皇帝和皇后 然后找了五十二个女人来劝酒 其中有二十个还是宋徽宗的飞瓶 两队帝后 剑壮要离开 却被元帅们制止了 他们只能坐立不安的 熬到曲中人散 到了三月十五日 金军呢 准备班师回朝 抢夺女人的行动 终于告一段落 那张帮昌带来的报告中呢 也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女子的数量 和每一个人的姓名 历史上啊 后宫的女子很少有姓名 大家都称呼这些女子为 郑皇后 乔贵妃 崔淑妃等等 那层级更低的飞瓶呢 甚至什么都没有留下 但靖康之变呢 竟然将宋徽宗的后宫打开了 宋徽宗呢 有五个后妃 三十一个飞瓶 四十一个宠臂 六十七个卫臂 开封府将这些女子的姓名一一记录在册 让她们在史书中有了一个记号 当然呢 开封府的详细记录呢 并不是出于什么善心 而是为了将她们一个不漏地交给京军 毕竟她们肩负着补充经营的重任 汴京城到底有多少女子被卖了呢 那据开封府报告的统计啊 一共有帝妃五人王妃帝姬四十六人 还有一万一千五百零六名其他女子 那么这一万多名女子到底值多少钱呢 按照开封府的计算呢 这一万多名女子呀 一共换来六十多万定金 以及两百五十多万定银 而宋清宗在北宋筹集到的真金白银呢 只有不到五万定金以及一百五十多万定银 也就是啊 卖女人的钱比真金白银多得多 但是就算把全城的女人都卖给京军 也依然没有填满赔款的空缺 新皇帝张帮昌向元帅求情 不要再搜刮金银了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一穷二白 一个子也拿不出来了 元帅们呢 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以说啊 汴京城是由女人们和张帮昌联手救下来的 京军撤离 京银和女人都有了 京军便打算撤离了 那这次撤离啊 京军可谓是满载而归 不仅有财富和女人 宋朝的太上皇和皇帝也被他们挟持着 京军来的时候是闪电战 靠速度取胜 但撤离时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战马上驮的不是士兵 而是女人以及金银珠宝 因此呢 他们也不希望碰上秦王和康王部队 张帮昌趁此机会啊 提出京军扣押那么多人 带回去也是累赘 不如放回一些 在他的努力下啊 十一位北宋大臣 以及三千名妇女儿童得到了解救 而且啊 京军呢 还送给了张帮昌一份大礼啊 减免了一部分碎币 减免后的碎币呢 是赢捐三十万两 这个数额呢 和北宋当时给辽国的碎币一样 这让宋朝呢 松了一口气 那其实呢 这也是惊人的态度 只要张帮昌听话呀 一切都好商量 就这样 京军带着宋朝的太上皇和皇帝 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 汴京城的百姓们如获新生 但是看着皇帝这样离开 百姓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据京人的记载呢 北宋俘虏大约有一万八千人 分成七批北上 其中呢 第二个批词呢 是比较特别的一批 包括了康王的母亲 妻妾女儿 康王是唯一逃过劫难的亲王 也是京人的心腹大患 将他的妻子母亲作为人质啊 也是京人在警告敲打康王 不要轻举妄动 这个批词呢 只有三十五个人 那却用了五千精兵进行护送 可见呢 京军对这一批人质的重视 那而且啊 其他批词的俘虏呢 都被安排在燕京逗留很久 只有他们呢 被马不停蹄的 送往更北面的上京 血液的融合 到了上京呢 京人怂恿京国皇帝啊 举行一个盛大的献抚仪式 那京国皇帝同意了 两位北宋皇帝 以及他们的皇子 妃子 公主等一千三百多人 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士兵们把他们赶到京国的宗庙外 将地后的外袍脱去 换上名符 裹上羊皮 其他的人 无论男女全部赤裸上身 只披一件羊皮 手拿一条羊皮绳 举行一个叫千羊礼的投降仪式 以表示自己像羊一样 任对方宰割 当晚 清宗的妻子诸侯 经不起如此的羞辱 自杀而死 那之后呢 京国皇帝还封了太上皇 为昏德公 封清宗为重昏侯 这种称号啊 对这两位曾经的皇帝啊 简直就是极大的侮辱 京国皇帝将赵氏的妃子地基做了分配 一些嫁给了王子 一些嫁给了皇帝本人 赵氏王爷 皇子们也被刺了混 那就这样啊 南方和北方的血统快速的融合在一起 赵氏完成了农耕文明 向游牧文明的转型 而原本游牧的京人 转向了农耕文明 而两位皇帝在京国做了多年的俘虏 公元1135年 太上皇宋徽宗去世 公元1156年 宋清宗去世 而此时 康王已经称帝建立了南宋 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 都不需要这位受尽屈辱的皇帝了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宋清宗在义和的时候呢 与京国签了一份协议 即用女子弥补金银的不足 汴京的女子们就这样被皇帝给卖了 据开封府统计啊 一共有一万多名女子被卖给了京人 弥补了大部分的金银 京人带着约一万八千人的俘虏北上 在上京啊 两位北宋君主与他们的妻妾儿女 被迫接受了极其侮辱的投降仪式 那大京皇帝通过联姻的方式 将南北方的血统快速的融合在了一起 北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百姓是如何看待靖康之变的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进入话题 北宋的两位皇帝被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 可谓是极大的侮辱 在工作和生活中啊 你有没有被别人起过什么外号 令你觉得受到了侮辱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试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 上官其风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阅读 郭建龙的汴京之位 昨天呢 我们读到了宋清宗 在义和的时候呢 与金国签订了一份协议 既用女子弥补金银的不足 汴京的女子们 就这样被皇帝给卖了 那据开封府的统计呢 一共有一万多名女子 被卖给了金人 弥补了大部分的金银 金人带着约一万八千人的 俘虏北上 在上京呢 两位北宋君主 以及他们的妻妾儿女 被迫接受了 极其侮辱的投降仪式 那大京皇帝呢 通过联姻的方式呢 将南北方的血统 快速的融合在一起 北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那百姓是如何看待 静夯之耻的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 百姓眼中的静康之耻 面对灰青二帝的遭遇呢 百姓们呢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哭天抢地 如丧考彼 那事实的情况是呢 百姓们呢 将这两位皇帝的遭遇 编成了段子 还发挥想象 写成小说 将两位皇帝受到的侮辱 夸大好几倍 想尽办法的折磨他们 丝毫不考虑他们曾经是自己国家的象征 北宋的文化是很开明的 画本小说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啊 因此呢 这些小说呢 在民间流传的非常的广 在小说中啊 百姓肆无忌惮地编排两位皇帝受到的非人待遇和侮辱 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喝一次水 生病也没有要吃 那下雨天呢 也只能睡在野地过夜 地后呢 还被绑起来 被捆打 边抽 士兵们对着他们撒尿 那两位皇后呢 也遭到了非礼等等 那总之呢 小说中地后们的身心呢 被惊人折磨得是不成样子 那这些故事呢 其实都是百姓想象出来的 那充满了老百姓呢 对赵氏的幸灾乐祸 可见在古代啊 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鸿沟是有多大 那毕竟呢 皇帝的权力啊 并非是来自百姓的爱戴 而是靠武力或传位而来的 因此呢 皇权一倒台呢 被权威压迫下的人们呢 就会出现反弹 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者 但是呢 百姓们只能通过偷偷的侮辱和谩骂来泄愤 就算是统治者再无能呢 百姓啊 也无法摆脱 还政 金人离开后呢 张帮昌啊 想办法赶紧退了位 他赶紧派人呢 去找康王 告诉康王啊 他的迫不得已 以及呢 表示出他对康王的拥护 还给康王送去了玉玺 请康王当皇帝 康王同意了 但他并不敢亲自来汴京 只派了军队前来收复 随着秦王部队的到来啊 城里的人们呢 长嘘了一口气 终于相信金军的占领结束了 不过呢 大家内心也十分忐忑啊 不知道康王会怎么处置他们 金军围城的时候呢 武将没守住城 导致两位皇帝被抓 文官们呢 也没誓死效忠 还选出了新皇帝 张帮昌呢 虽然说呢 是为了百姓 但也真的当了三十多天的皇帝 那百姓们呢 也没有尽全力的贡献金银解救皇帝 反而还藏了金银 可以说 满城上下都是不合格的子民 康王会将每一个人都知罪吗 当然 康王自己也没好到哪去 宋清宗破阁封他为兵马大元帅 希望他率领秦王之师 来解救汴京 但实际上呢 康王虽然集结了不少兵马 大张旗鼓的宣布抗京 却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动作 大家都不是什么英雄豪杰 就相互给个台阶下吧 康王实实物的送来了文书 表示不追究城内的责任 赦免了所有人 而且呢 康王还说了 不是大家不努力 而是金人太狡猾 总摆出谈判的姿态 让两位皇帝陷入圈套 当然 这也给了自己一个开脱的借口 不是我不想打过来 而是你们总是在谈判 谈判就不能动武啊 如此 汴京终于恢复了一派祥和 大家都在翘首期盼着 康王的回来 南宋王朝 但是呢 康王让汴京的人们失望了 他决定留在南京 因为啊 汴京被打过两次了 金人对这个城市是了如指掌 下次再打来 不就直接成俘虏了吗 那他可不想不赴兄的后臣 五月初一 康王在南京即位 改元建言 视为宋高宗 成为了南宋的开国皇帝 时长一年零四个月的 靖康年正式结束了 伴随着朝政的建立 主和派和主战派之争又开始了 第一个激烈的争论点在于是否迁都 主战派的意见是不迁都 即使迁都也不能离开北方 因为那是抗京的前线呢 京国实际控制的土地不多 但很多地区呢 要么就是半独立状态 要么还依附着宋朝 那只要在北方收复师弟呢 就有希望 主和派呢 则主张南迁 他们的理由啊 就是皇帝的安全 最终呢 主和派赢得了胜利和胜心 宋高宗决定迁都南方 暂时将扬州作为首都 就在张帮昌推卫后 京军分三路军 再次南下准备向长江流域奔去 然而啊老将宗泽成功组织了东京保卫战 阻止了京军继续南下 京军不得不退军 这是京军第一次显示出疲惫 其实啊 女真人口不多 她们擅长闪电战 可以快速奔袭 却无法占领城池 而宋高宗撤退到南方之后呢 中间有了一大片的空白地区 河北到黄河 再到淮河和长江 中间有一千多里的距离 等把这一千多里走完呢 军队已经开始疲惫不堪了 建延二年 老将宗泽去世 京军又开始进攻 他们的策略是分三路进攻 其中东路快速奔袭扬州 直接抓获宋高宗 迫使他投降归顺 但是宋高宗在京冰到达之前 已经逃走 京军只能再次撤军 这次偷袭啊 可把宋高宗给吓坏了 别说是迁都回北方了 他还觉得扬州也不安全呢 决定啊 迁到更南面的杭州去 迁都杭州啊 造成了两个影响 一是京军很难到达杭州 宋经将会变成长期的对峙 二是南宋无暇顾起北方的领土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领土 被京人逐渐占领 建言三年 京人还发动了一次闪电战 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渡过了长江 到达宋高宗所在的临安 想要一举消灭南宋 但是宋高宗又逃走了 甚至跑到东边海上 乘船逃难到了海上 那京军只能第三次撤退了 但是孤军深入的京军啊 遇到了宋军的阻击 南宋将领韩世忠 以八千人围困了京军 十万人马长达四十八天 最后啊 京军挖掘河道才得以逃走 那这场战役呢 打破了京军不败的神话 让京军呢 也再也没有办法呢 快速组织起下一次的进攻 那宋军呢 进入了长期的对峙 那双方以淮河为戒 各自统一半个中国 历史的轮回 由于靖康之变中啊 很少有大臣表现出 誓死效忠的决心 反而呢 是一直在配合京军 将两位皇帝送走 而且大部分被掳走的女子呢 也都没有抵抗自杀 反而融入到了北方的血统中 这深深的刺激到了宋朝朝野啊 南宋的文化和社会风气 也开始转变 此前的北宋是一个 重实业的宽容朝代 人们都不再空空饭谈 而是注重经济工程等 这也是北宋早期繁荣昌盛的原因 靖康之变以后 南宋大大加强了道德观念的灌输 要求人们树立忠于朝廷的价值观 道学抓住这个机会兴起 成为了主流 提倡君君臣臣 富富子子 存天理灭人欲 南宋的思想也不再像北宋时期 那么宽容了 而这些思想的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后世 而拥有了财富的金国 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此前的金国啊 征服了辽国 重用了很多有用之才 因此呢 才会顺利的打下北宋 但是政权稳定后呢 这些有兵权 有功劳的异族人呢 便成了女真族人的眼中钉 那女真人呢 借口契丹人要发动政变 将契丹势力呢 完全清除干净 将异族势力清除完以后呢 金国的皇帝呢 参考汉人的官僚体系 慢慢削弱最终呢 剥夺了当初进攻北宋的元帅们的兵权 此时呢 金人呢 也开始最新于权力的斗争 当初金国之所以呢 快速蓬勃的发展起来呢 靠的就是兄弟亲戚团结一致 朝着共同的目标而进攻 但金国快速获得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后啊 就由外部斗争转变成了内部斗争 从一个强悍的原始部落 变成一个追求奢华物质的民族 军队在衰落 人心在涣散 无力抵抗更新的马背民族 同样走向了被征服的命运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读到了北宋两位皇帝 被金人带走后啊 康王在南京即位 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 宋高宗 并迁都南方 金人发动了三次战争 都没抓到宋高宗 那宋经以淮河为界 开始了长期的对峙 南宋为了统一人心啊 开始加强百姓的思想道德建设 金国呢 则由于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而开始内斗 变得没有攻击力 抵挡不住新兴的马背民族 也走向了被征服的命运 这告诫我们呢 要以史为鉴 居安思危 今日话题 亲爱的小伙伴们 《遍经之为》的阅读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你听了这本书之后 有什么收获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